过去一年,这当全球疫情处于高峰之际,当然很多国际间的拜访跟交流都必须战役中断。 像教宗的世界各地的拜访信徒也因此在去年一整年都无法成形。 如今疫情趋缓,教宗当然要去拜访世界各地的信徒。 我们都认为他应该去拜访信徒最多的地方, 哪知道他的第一站却是选择基督信徒在当地人口比例却是最少的一个国家。 伊拉克,那个地方不仅有疫情的威胁,而且还属于战乱当中。 教宗为何去呢? 这不仅是宗教的考虑,不仅是历史的考虑,更有充满了人道的情感。 千里远行,就在午后下午两点, 84岁教宗方济各部里南山, 他就闲踢缓步,走下章机,抵达巴格达, 成为史上首位踏上伊拉克国土的天主教教宗。 在镜头前,教宗一步一遥,没靠任何人搀扶, 展开他任命最危险的一趟历史线出访,已够所谓人心, 为期四天行程紧凑,且精心安排,甚至指导战地。 千双百孔,半岛的石墙教堂几乎只剩骨架, 千年古城摩苏尔遭IS侵占长达三年后,早已远为废墟。 六号教宗就搭着座驾清零这座昔日的战区险地, 高升几乎伊拉克与中东地区的基督教徒,留在家园,别再出走。 释放和平歌,未遭IS残害的受害者祈福, 教宗行精之处全挑选涵盖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两河流域文化的关键古城, 包括融合犹太、基督和伊斯兰等信仰,号称三教圣地的乌尔。 和各宗教各派系领袖并肩站一起, 在三教共同的先知亚伯拉罕故乡举办一场宗教高峰会, 已是首剑,他更呼吁不同信仰和平相处, 而有个人教宗更是非见不可。 离开乌尔后隔天,教宗伊拉克之行的第三天, 他来到90岁伊斯兰什叶派领袖西斯塔尼, 于圣城纳杰夫的简伯住家中进行会晤。 只有随行翻译陪同全程保密, 在伊斯兰教呼风唤雨和教宗地位相当, 西斯塔尼可说是伊斯兰教的教宗, 两人40分钟短暂见面同样改写历史。 然而教宗此次和过去出访有很大的不同, 此天伊拉克之行多搭黑头车代步, 最多在车内向群众挥手, 不见过去总是搭着座驾走入人群, 唯独在这里。 艾尔比勒是大量基督徒遭迫害后涌入必居的城市, 教宗只有在此近距离接触信徒。 在结束既定访问行程后, 教宗离开伊拉克前, 特地见了一个人, 叙利亚男童亚兰的父亲库迪。 六年前三岁叙利亚小男孩亚兰, 若小身区被浪冲上土耳其海滩的照片, 震惊世界。 当时跟着父母与哥哥一起逃离希腊途中, 却不幸发生传难。 唯一幸存的父亲如今搬到伊拉克北部, 教宗特别在离开伊拉克前一晚, 倾听失去智心的难民心声。 为服务人心也为团结教徒, 即使在到访前两天, 伊拉克又发生火箭袭击美军基地, 局势极度动荡, 且伊拉克当前71万人确诊, 超过1.3万人死亡。 疫情严峻之际, 他仍执意走这一趟。 先前教宗和随行人员保安队与75人, 媒体团等百人, 全数接种疫苗, 并把此行定调为众人皆兄弟, 各信仰教徒不分你我。 加上前两任教宗, 洛王保禄二世与本堵十六世, 先后在2000年和2008年受邀, 最后都无法成行, 不能三次拒绝出访伊拉克, 方济各说什么都非来不可。 隔月15个月后, 完成役后首套使徒之旅, 8号回程路上, 教宗坦诚见到受苦信徒的心痛与不舍。 对外团结教徒, 对内则是强化教宗的影响力, 更预告实际道将清零黎巴嫩。 2013年继任这八年来, 方济各积极出走欧洲, 足迹遍及非洲、古巴甚至远赴东南亚, 并且历任教宗走得更广更远。 如今结束伊拉克, 这趟不可能的任务拖着连迈身躯, 方济各岁以高龄84岁仍刻进职守, 动荡的世界局势, 在他亲临造访后获得一丝安慰, 更带来和平之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